退府會就醫保健處張處長 莫院長,我想今天看到你們榮民醫療體系所做的這些研究報告 剛剛林育芳委員講的我覺得非常正確 既然榮總的體系做了這麼多這麼高深的醫學研究 應該在我們整個醫療系統裡面要把它變成是一個普及化 所謂的普及化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用來不只是賺錢 應該讓它實際實務上能夠是去救人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榮總體系應該要去做研究 那我為什麼特別點名高榮 我要講就是說是不是你們榮民總院的醫療體系 太過於精深在這種艱難的醫學研究上面 而荒廢了你們的基本功 莫院長,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來我拿近一點給你看 就你們的醫療的這個專業來講 這麼大的膽結石照超音波或者是照電腦斷層能不能照得出來? 應該照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到 照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到? 不確有電腦斷層 可是你知道嗎? 三個禮拜之前我有一個選民到高榮去就醫 他肚子痛了一個禮拜 高榮一直跟他說他是胃發炎 又說是小腸發炎 又說是胰臟發炎 不停的給他打止痛針 打了一個禮拜 電腦斷層也做了 胃鏡也照了 找不出任何的原因 最後叫他照X光 後來有一個醫生看到X光片說 他好像有膽結石 那時候已經10天過去了 這個選民一聽到膽結石嚇死了 立刻打電話給我說委員你可不可以幫我轉到802去 他要找802的一個醫生幫他開刀 802一看到說你的膽已經都完全功能嚴重受損 於是建議隔天一大早立刻幫他開刀 取出膽結石 這麼大顆 跟黑雞丸一樣啦 這麼大顆的膽結石 在你們高榮照不出來 給他打了10天的止痛針 後來還有 802呢 看完刀以後 跟我說他三天可以出院 可是三天過去了 這個病人依然在802打止痛針 依然痛得不得了 我再打給802 我請他們是不是能夠再幫他做檢查 802幫他做了一次核磁共振 也查不出病因 後來發現他痛的地方好像在胃 於是802又幫他做了一次胃磁 胃磁做出來叫做嚴重胃潰瘍 但是他在高榮也做了胃磁喔 高榮的胃磁檢查是完全正常喔 院長 我今天要講就是說 你們榮民體系或者是高榮 做了這麼精深的研究 可是連基本功都做不好 你如果說照超音波就可以造出這麼大顆的膽結石 為什麼讓這個病人足足痛了三個禮拜 他到昨天才出院 莫院長 我回去好好了解 我覺得委員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是很丟臉 我要回去好好檢討 這個不是很嚴重的病情 我也不是說為了特地的病情來跟你做關說 我只是舉例如果您 這是很常見的毛病 這是很常見的毛病 我相信張處長 你自己本身是肝膽科的專業醫生 院長也是 所以您一看就知道這個有多嚴重了 在你們高榮住院住了10天 不停的給他打指痛針 院長我想這個你們要回去好好檢討一下 好不好 莫院長請回 我現在請鍾榮的院長 總統院長 委員長 剛剛這個蔡黃朗委員有特別問到您 關於陳水扁前總統的這個病況 你說你們沒有開診斷證明是不是 有我們開 因為那個 你們什麼時候開的診斷證明 陳前總統起碼有要求我們開過兩次以上 什麼大概什麼時候 你可以掌握嗎 大概什麼時候開過 詳細日期我要回去查才知道 但是 最近一次大概應該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前嗎 左右應該有 好 院長我現在給你看一下這是你們開的診斷證明書 或許你有看過 你們這個診斷證明上面對於陳前總統的病因 其實都講得非常清楚 除了他有嚴重的尿失禁以外 他有重度憂鬱 包括你們給他的這些治療 重度憂鬱症 你們給他吃多種的抗憂鬱藥物跟安眠 但是你們的治療結果 你們的診斷證明上面寫 療效不佳且出現副作用 那這個排尿功能的障礙呢 你們也給了兩線的藥物治療 結果沒有明顯的改善 是不是這樣 那個是 那個這樣講就是說 之前給這個排尿的那個給藥 那是在去年年底給的 然後之後陳前總統拒絕再接受吃藥 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再給那個藥 那最近這一個多月 去年年底給藥然後給多久 他拒絕吃藥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個在去年下半年 就去年年底差不多去年下半年 10月11月那個時候 換句話說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五個多月過去了你們都沒有再給他任何的藥 沒有再給他做任何的治療 就讓他放任他一直不斷的尿失禁 因為我們一直跟 因為我們跟陳前總有建議 我們認為就是說 他這個還是需要再給藥治療 但是他拒絕 那拒絕之後我們也跟他講說 你現在漏尿那麼嚴重 真的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是不是我們再跟你檢查一下 因為我們請了一些專家 看看他這個漏尿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 但是陳前總統一直認為說 他這個是跟他那個腦子的 這個神經的退化性有關係 所以他不願意接受治療 那最近我們又在勸他 那他現在同意就是 我們密尿科醫師可以去幫他看 所以事實上我們都一直在很密切在追蹤 好院長我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們 他照理講他應該算是住在培德監獄 簡單說 他們說叫做培德醫院 其實那個也不叫培德醫院 當然是有出現狀況 所謂的培德醫院沒有辦法照料的時候 就會請你們中榮過去支援 是不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你們中榮是多久去探視一次 或者是多久去治療他一次 法委員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陳前總統住的旁邊 那邊就是培德醫院 那原則上陳前總統他如果有狀況的話 大概除非說非常緊急 不然緊急也一樣 就是會打電話給我們 所以事實上都是我們在照顧 那原則上我們每一個禮拜二的下午 他的組織醫師 那他組織醫師原則上是 原來是我們的精神科醫師 本來我們想換一個就是說 因為民間有人就是那些醫療專家 建議說是不是再找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科別多 就是比較懂 等於就是加一科 類似加一科這樣的醫師去 那我們也請示過陳前總 陳前總說不要 他說這個林醫師就很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由我們那個醫師來看 所以是由精神科的醫生來主療 那另外他禮拜二看完之後 禮拜四的下午兩點 我們固定會召開醫療會議 所以我們都 所以你們到現在為止 還是每個禮拜有召開醫療會議嗎 都一樣 都一樣 院長 那我要更進一步請教你 你們醫療會議的結論 你們對於陳前總統目前的這個狀況 你們醫療會議的結論 是不是就照你們的這個診斷報告上面講的 你們開給他的診斷報告 包括上個禮拜你們開出來的診斷報告 你們都建議 要給他最好的治療方式 就是要讓他居家療養 要讓他離開目前的監禁環境 到目前為止 中榮是不是還是保持這樣的看法 就人道立場上面來講 我覺得院長我請你撇開所謂的政治立場 就你的醫生專業 就你們的人道 就醫療的專業上面來講 你們是不是認為他還是最好的治療方法 這塊我們事實上是有跟周恩華 周哲人那邊我們都討論過 所以原則上認為就是一個居家式的這個治療 對他的狀況會有改進 但居家式治療這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之一 那至於後面該怎麼一個方式 那第二個選項是什麼 這個是其中的選項之一 這應該是最好的選項之一 另外就是可能還要給藥 或者其他一起配合治療這樣 你給藥他也沒有辦法改善 你們自己的診斷報告書都講得這麼清楚 你包括他的重度憂鬱 你給了他多種抗憂鬱的藥物跟安眠藥 我很怕有一天你們這個抗憂鬱的藥物跟安眠藥 病在一起吃吃的太多把他吃死掉了 不會這一塊我們會很注意他的用藥的這個狀況 甚至每個禮拜 院長你們能不能就你們的醫療專業上面 再給法務部一些建議 希望能夠讓陳水扁總統居家治療 就你們的專業上面來看 就醫到就這個醫療就人道的立場上面 現在就醫療部分我們會盡量就給他治療 但是剛剛提到就是那個診斷證明 我們上面所寫那個是其中一個選擇方式 我們會朝這樣盡量 我們也在幫這個陳水扁總統 你們有沒有跟法務部溝通過 最近有沒有在跟法務部溝通過 有沒有就這一方面在跟法務部做任何的溝通 有沒有 我們每個月 每三個月 目前每三個月 我們會有一個他的醫療報告 所以你們這麼多年來 每三個月你還是會跟法務部做一次這樣的建議嗎 我們會 我們有報告 不是你們會不會 我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有報告上去 有沒有 這一兩年來 有沒有每一次跟法務部開會的時候 因為他的病況 其實是每況愈下 你們有沒有持續跟法務部做這樣的建議 有沒有 報告送上去 報告會很詳實的記錄 最近的這個情況 這三個月狀況 我們會送到中間中間 會轉到法務部 好 謝謝 謝謝 馬文君委員 おっ 好 恭喜 Pain суд 事情 什 跟 ант